斷掉,或者甚至出現一些可疑的東西,這些問題每天都要處理,精神壓力特別大。 壓力是現代人的最大的殺手,所以的確是很不容易,我也問自己。 其實就是放鬆了? 也是,你說的也對。 你有理想,有感動千萬能的東西,就是報復,然後寫作就是要實現這個。 寫作也是一種放鬆了,我以前好像說過要愛寫作、愛文學、超過愛生命,其實我覺得這話說的其實不對,愛生命一定要超過愛一切。 愛生命一定要超過一切,不要那樣想。 對,要放慢腳步。 男性讀者有什麼推薦嗎? 對男性讀者有什麼推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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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移民歲月》那個作品還是值得看看。 對男性讀者有什麼推薦嗎? 因為他其實發的男主人公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戲,在到加拿大之後,他經歷了一些在事業上、在愛情上、在生活上,經歷了一些曲折的經歷。 不只是關於愛情的 不只是關於愛情的 我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 其實很多作品都是 都是從愛情開始 但是有很多 更多是關於人生的 我最喜愛的很多話題是 選擇 就是你一代人生 在十字入口的時候 面臨的選擇 然後 在選擇過程中 每個人不經歷的痛 不經歷的憂鬱 折磨這些種種的 心靈上的 心靈上的波折吧 我再提一個問題 我也是黑龍江人 我是老鄉 我是八五級的 所以跟你們差不多 你是黑龍江哪裡啊 就是哈爾賓 對俄羅斯 受影響 我對你認識很多 從家裡長大了 所以我想跟您想說 你後來來到美國 來到北美 你就在這個 在輪盤上一直是天使的話 就你的了解 就是美國人和加拿大 對蘇聯 尤其是蘇聯文學 是主要是你的看法 這個我還真是沒有很多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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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俄羅斯人以前 從賣到現在平時 但是歐美這個我也不是這個寫作的 還是好奇小妹 對但是我當時有一個很小的觀察的故事 因為我公司裡有很多 有幾位好幾位同事 是從俄羅斯來的 還有我其他地方也認識 就是我接觸到很多從前俄羅斯來 去到加拿大的這個人 我跟他們談起我說 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 我是俄羅斯文學的專業的 他們都很驚訝 然後我說你對俄羅斯文學 有多少了解 你知不知道齊赫夫 你知不知道托斯托耶夫斯基 托爾斯泰 或者是愛特馬托夫 我跟他們數了一大堆 對海鷗 齊赫夫對海鷗不事先在拍電影 他根本不了解 真的我覺得特別奇怪 他們覺得我很奇怪 怎麼會對他們的這個文學那麼了解 我上上學的時候讀這個 《靜靜的頓》 《靜靜的頓》 《靜靜的頓》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作品 對 但當我們像我們看到的電影 比如像是《烈露仁》 像是《人網》和《一聲》 也不錯 但是 就跟這個《靜靜的頓》和這種作品 好像有很大的戒 是 澳門人的選材和 我們在國內的選材 好像 不太容易交易 不太一樣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但是我覺得 俄羅斯我覺得 他的悲劇感 他的身後 和大氣 這個是 是非常 非常明顯的 是 我 有問題 我看過《戰爭與和平》的電影 就是美國版的電影 不是蘇聯宣傳版的 大透露的 我就特別喜歡 就是說 而且 怎麼講呢 好像說 這個 托爾斯泰 他 與 俄國文學 其他呢 可能是一盞一盞燈 但是 托爾斯泰是直接把窗簾都拉開了 就是那樣子 我不知道 他是兩個托爾斯泰 還是特製 就是 就是說 怎麼講 就是說 現在 感覺就是 蘇聯解體 馬薩 俄羅斯 蘇俄的文化 真的就是 瞬間 降得非常低 但是 其實我又可能就是 怎麼講 被埋沒的情況 就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說 現在 我有 就 因為他 這些名著中 有很多是 人類永恆的主題 是共同的 像《戰爭頓河》裡 表現了所有人類的 共同的主題 現在在不同的作品中 還是不停的被演繹 事實上 只不過是換一個人物 換一些人物 換一些角度 而已 換 我跟你講 那個 我最近在聽經理文化 因為以前是 錯誤一點看經 那我聽到一百年 他一共三百個段落 就是他播了三百個段落 現在聽到三分之一了 但是呢 我就是 一直就知道這個狀態 他偶爾寫家庭的 寫這個 文春的寫得好 那時候 戰爭呢 我能感覺到 一點點 但是 我因為還看三分之一 我就不知道 那個後面 你是說 那個經濟的 啊 節目都可以見 往後面繼續聽一下 因為當時間 我覺得應該聽下去 應該聽下去 但是 現在 在那個 那個 快銷食品 這個文化也是 那個 快餐文化的 這個文化的零碎片 對對對 都是碎片化閱讀 這個就非常難 能夠那個 就是說 我就 就恨不得說 哎呀哎呀 這個這個 把所有東西你能 digest 就是 那個YouTube有很多人 就是 哎呀看完三題 然後邏輯思維嘛 看一本書 他就做這個 那個 大概的簡介 然後 然後 但我 我還是建議 看一看 對 你要靜點心來 把這些書 好 讀一下 因為這些 我想這些文化的 零碎的碎片 因為 你很難 就像吃 snack 吃不飽的 對吧 不管你不停的吃 不不不 我知道 我同意你的觀點 就是說 因為更多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說 好像說他這些 消化 消化的 比如說 碎片化閱讀 什麼 更多是你的入門 我入門以後 我可能覺得這個特別喜歡 那我可能就會把 圓柱這麼多 但是我如果覺得說 不喜歡 我就退出來 但是你要說 要嘛零 要嘛一百 那還是零吧 完美主義的話 要嘛零 要嘛一百 你要提我一二三的選擇 我可能一二三 然後喜歡了就四五六 對 你那說法倒挺新人的 就是說 從這個文化的碎片中 先 對 我要入門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我可能 哎呀你一上來就 給我講高速文 三部分 三圈的 對對對 就是就是 完美主義零或一百 那大家都下了 那是零吧 對吧 你要是有一二三的話 那我可能會漸漸的 一步一步走到一百 是 對 那劉彥 你有什麼 嗯 那差不多 還到空間了 那就就到這兒 好好 最後